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Raw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当你的坐标有改变的时候 就会触发Raw 那如果坐标改变 那要怎么办呢 就要把标记怎么样 移到你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我要怎么样把标记 移到指定的位置上面去呢 实际上就要靠什么 前面有用过嘛 Map Controller DN什么呢 Animate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移动到哪个位置上 可是移动到哪个位置上的话呢 我必须要取得什么 我现在的位置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呢 My location overlay 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my location 实际上呢 取得我现在坐标的 就是这个方法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它了 那取得之后的话呢 里面就会有一个 我的坐标 一个坐标 而且它传回来的 应该也是一个geo point 也是一个geo point 那取得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给这个MapController 去移到那个位置上面去 那并且怎么样呢 我如果说呢 要在上面打一个标记的话 那必须在这边 overlay 点add 然后呢 把这个location overlay呢 再加上去 就会在上面加上一个标记 OK 那其他的话呢 底下有一个rerun跟pause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加这两行 其实当然你城市也可以run 只是说呢 如果你没有加rerun able mylocation 然后呢 pause就是 当你城市跳开的时候呢 你要做什么呢 第十 able mylocation 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 因为GPS 非常的耗电 如果随时 有没有 你都able的话 那你的手机 很快电就被吃光光 你会发现 因为如果你在侦测位置的时候 你的那个手机上方 应该会有一个 卫星的那个小图示出来 那如果你able的话 它就会出现 那如果disable就消失 那假如说你这个app 忽略掉这个细节 跳开了 结果你没有把它disable 那你的user 就一直 GPS一直开启 一直开启 一直开启 然后他的手机就很快就没电了 那他很快就会想要把你的 这个app给移除掉了 因为你这个实在是吃电 吃太凶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不做 程式也不会bug 可是就很吃电而已 OK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个 简单的那个 取得我现在坐标的一个方法 那特别注意 当然 在那个 这个是程式码部分 另外 会让前方 在这个位置 你这么快